演讲时度是吧 那咱们就哪说哪聊 首先呢特别感谢大家能点进来 这套三国呢是我从去年三月份开始画的 为什么画这套三国呢 其实是想练一练这个自己的绘画技术 因为绘画呢是我一个业余的爱好 三国呢也是我从小喜欢的一个题材 所以说我师父青菜道长说呀 说你要是真想画成啊 你画成自己的画风啊 至少得练一千张画 想这三国人多呀 能不能也能画个一千幅啊 现在是画了三百三百人物 我觉得算是告一段落了 真的是有点钱驴技熊啊 再设计设计不出来了 因为你知道原创很难 你要说让我照着这个光荣三国志的人物画 画成自己的风格 这简单 这简单其实 顶属原创最难 你要画出这个自己心中想的这个三国人物 这不容易 好嘛 先替自己这个辩护一下啊 也就这么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您看这个画挺刺啊 就是说我就先替自己找个借口吧 就是说原创不容易是吧 好吧 那咱就开始吧 呃 这第一期呢 讲的是我画的是纪汉篇 什么是纪汉呢 有小伙伴不明白 这就是蜀汉 因为我们比较喜欢这个 这个国家啊 这个这个政权 这个集团 喜欢这里边的人物 尤其像我 我像我来说 我其实是演绎也看过 三国制历史也读过 各种的文章 只要是市面上能找着的 三国的论文 我都看过啊 包括政治经济啊 什么农业啊 什么这方面我都看 就是所有的文章都看完了 还是最喜欢纪汉 哎 你也别喷我是吧 这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你也不能拦着我喜欢是吧 有人喜欢曹北 有人喜欢东吴 有人喜欢袁树 有人喜欢董卓 我就喜欢纪汉 跟我的价值观 怎么的比较接近吧 这句话呢 就荣马恐耸的岁月 已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忠义诚信的精神 却被民间千古传颂 这是我对纪汉 这一个势力的一个总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纪汉的史料 其实特别的缺乏 相比于这个曹卫啊 这个东吴的这些人物啊 纪汉的这些人物的 你看这个列传的篇幅都不长 尤其像这种名将啊 关羽张飞这种当事虎将 你看就记载那么点 更奇妙的是关渡之战之前 几乎没有任何的战绩 而曹卫的谋臣就说了 说纪汉啊 关羽张飞啊 说什么纪汉 那时候哪有纪汉 曹卫的谋士就说了 说关羽张飞 虎雄之将 万人之敌 能得到这个评价 你说一点战绩都没有 说得出去吗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史料缺失了 并不是说关羽张飞 之前什么漂亮仗都没打过 并不是说他们就比这个 曹卫和东吴的将军都差 而是史料缺失 从这个评价来说 虎雄之将 万人之敌 这是极高的评价 你就说通篇来说 你就曹卫 东吴那么多名将啊 你找出一个万人之敌来 你找出一个威震的华夏来 非常难 所以说无论怎么说 关羽张飞绝对是当事之吼将 包括后来魏晋南北朝以后啊 一提起 一提猛将呢 首推关羽张飞 谁要是说关羽张飞不会打仗 那就是被效果不支兵 扯了这么多 咱开始吧 那么我就不在这卖弄自己 对于三国的历史知识了 就专门讲一讲自己这个 人设的这个观点吧 我为什么这么画这个人物啊 首先呢就是刘备 有人看刘备你怎么画成这样啊 是耳朵挺大 可是你这刘备怎么这么严肃 我记得我玩过一个三国游戏里边 一个刘备就是穿着大红袍 然后满脸堆笑 探出双手 好像是容纳这个什么天下豪杰 这种感觉啊 其实我觉得我理解刘备 他不是一个能言善辩 也不是一个花言巧语 不是满脸对笑这么一个人物啊 他不是一个爱哭鬼啊 他是个什么 他是喜怒不行于色 寡言少语的这么一个人物 这是三国志的记载 有点像什么 就你看刘备他早年 其实混社会啊 他虽然是跟着卢之上过学 也是出身是一个没落的皇族 那算是 那简直就不是一个没落 那就是平民百姓 中山静王多少后代 传到他刘备这一代 全国好几万姓刘的 他们住的那大树楼桑村 全都姓刘 你要说他这个汉室宗亲 那真是一点都不值钱 也就是后来刘备成了事了 你这个汉室宗亲 这个名号还算值钱 相对于其他祖侯 你要是没城市 就这个 真是跟平民百姓差不多啊 没有什么 没什么用 说实话 又撤远了啊 我是说刘备这个形象 我理解的 他是一个像黑社会老大的 这个类型 他是混社会 手下一帮子 别看他明里是卖草鞋的 手下一帮子小弟 其中最有能耐的挑出来三个 关羽张飞简庸 一个杀人犯逃着 一个出身贫寒的这么一个 网夫啊 就是张飞 十来岁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落寞的文人 简庸 你想简庸 这个姓 这个姓啊 这个简是自个儿起的 我天 你想想 那个年代自个儿改姓 这是什么人呢 说明这是一个没有爹的人 这要是亲爹在 绝对不能让他改姓吧 他生性比较喜欢简单 就改名叫简庸 这个题目 提到简庸的时候 咱们再说啊 又扯远了 我真嘴真碎 说的真多 简单点吧 刘备我这么话的意思 就是说 我觉得刘备他是一个 喜怒五行余色 无怒自卑 亲儿难犯的这么一个 黑社会老大 这种感觉 你可能觉得他反而穿的很简朴 是吧 我对忌汉人物的这个设计呢 就是偏这种简单朴素 草莽英雄的简朴大气 弄成这种的风格气质啊 所以说没有穿这个大红袍 是吧 我们说完这刘备啊 其实我最喜欢就是刘备 算了不能再提他了 再提刘备 我能讲一宿 这是甘夫人 美白大人 甘夫人 人这美白啊 不是说用什么护肤保健品啊 我这也不做广告 人家甘夫人的美白啊 那真是 人家就是天生的 这个甘夫人画的 首先得画一美女是吧 然后他这个头饰啊 他这个服饰啊 团扇啊 其实自己瞎传呢 怎么说呢 大体上是未尽的这种装饰吧 其实是自己脑补了不少 大家看我的话 千万别当考据看啊 这个不是出土文物是吧 不能那么考据 没那么严格 刘善啊 这大胖小的 你这大乖儿子 真好 是吧 拜拜胖胖 玩球呢 体育锻炼啊 刘善其实 我对刘善理解 他就是一个 普通的一个宅男啊 不是有多聪明 但也不至于傻 就是像我们一样普通人 没多少进取心 也爱贪玩 但是也不给你找事 他也不 也没有那么恶毒 没什么坏心眼啊 像刘善 他当了42年皇帝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 42年 这皇帝这绝对是 前十名吧 没数过啊 比42年还长的 真不多 皇帝其实 在位40年以上的 真不多 在位40多年 还不出什么乱子的 真是真少 由于像三国 你看 你看这个曹魏和东吴 这边都乱成什么样了 他那些后人们啊 后来的皇帝 三天两头搞政变 是吧 相对于蜀汉就 既汉就比较安定 你要说 非说是跟刘善 这个性格没有关系 你好像 你不能把他的功劳权抹杀 其实我觉得他 蜀汉是一个先天不足的 这么一个政权 能在刘善手底下走42年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大卷 又扯远了 咱们简单点啊 你要说他有多优秀 我也跟你提 这个人就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迷腐人 人美嫁妆还多 人美不美 其实历史上真没记载 嫁妆多是真的 这个迷家几乎把 几乎是倾家荡产 都给刘善了 又送人又送钱 直到一提 这个迷腐人这套衣服 是根据这个马王堆 那个新锥那个画的 这个你可以看着 这个花纹是特别的汉朝的风格 头饰也都是汉朝风格 这个是比较考据的 这幅画 当然你也别当考古责掉看啊 古人子弟了 其实 这个怎么说呢 我画画就是说 有那么古风古运就得了 没有那么考据 这个诸葛亮是我 比较喜欢的人物 废话是吧 好多人都喜欢诸葛亮 我画的诸葛亮就中规中矩了 其实越是这种 大人物越不好整啊 画的时候压力越大 所以干脆弄一个中规中矩的吧 一看就是诸葛亮 对吧 我对诸葛亮评价 就是三百年长夜中的一盏明灯啊 人不是有意思 一句话是天不生众尼更古如长夜 是有这么一句吧 我就觉得是天不生诸葛亮 天不生孔明 三国如长夜 你要是说三国里边要没有诸葛亮的存在 那三国我觉得没意思 少了一半的风采 诸葛亮历史上不是演义里那么一个能掐会算的算命先生啊 风水道士不是 他是一个能治国能打仗的一个政治军事家 有点像咱们那个周总理 我感觉是有点像啊 这个人格魅力也是 特别的 大 诸葛亮我就少说两句吧 因为要说我能聊一宿 是吧 好多人说诸葛亮不会打仗 我跟你说 你看看三国志 诸葛亮虽然最终没有打败司马懿 没有这个夺取长安洛阳 是吧 但是没有新武汉事 是 是 这你可以说他是败了 但是 但是你说谁跟诸葛亮打仗能占占便宜 诸葛亮的野战 野战的能力 我觉得是三国里边屈指可数的 你要让我排啊 诸葛亮的军事能力 全三国的军事能力 仅次于曹操鲁迅 我说我第三 我就跟你排诸葛亮 我觉得他绝对是一流 那咱不能细说了 这比较来比较去 一会打起来了 是吧 你要非说司马懿比诸葛亮强 那我没说了 其实按历史来说 我看了十几遍 我觉得这司马懿的军事能力 其实是 比较一般啊 说真的啊 到时候说司马懿的时候 再说吧 他有其他的本事啊 论打仗 其实 什么 引起司马懿粉刺的不满了啊 诸葛瞻 诸葛瞻 我给他评价是 聪慧可爱的秀花枕头 诸葛瞻这身衣服啊 其实是 就是魏晋的那个扇子 魏晋的这个头 是啊 这个叫平金则吧 是吧 还是平上则的 也不是那么考据啊 就是大概是那么个风味 我 诸葛亮你看画的好像是有点 古大周深的啊 这种感觉 怎么说呢 这其实有故事 他诸葛亮 诸葛瞻 其实是一个很受到赞誉的一个 小年轻人 可爱的宝宝 大家都喜欢他 但是其实不是他 因为他有多大能耐 他当然本身也很聪慧 但是其实他这个聪慧的劲儿吧 他用不到治国上啊 他挺聪明 挺可爱 但是没什么用的一个好人啊 就是这么意思 大家为什么喜欢他 因为喜欢诸葛亮 总体来说 在属 在纪汉的这个朝堂上 诸葛瞻是没什么用的 想治张维 江维 他为什么治江维 他反对北伐是吧 反对江维 北伐 在外治不了 江维在内 他治不了黄浩 这个是他自己说的 是 就说明他在政局上 他其实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不懂治国 不懂用兵 确实聪慧可爱 那这就是可爱的战儿啊 还有关羽 关羽 终于到了这个 鼠叔里边的 关章 马皇照系列了啊 关羽 画的我算是中规中矩 都喜欢给关羽画绿头巾 我来个蓝的 不想让他戴绿头巾 原因可想而知 不好听 不好看 凭什么关羽就得戴绿帽的 你知道吗 这个早期的古画里边 关羽戴的就是蓝头巾 而且书里面写的 青 青色啊 他这个青色怎么 他也不是绿 他是偏黑的那种蓝 反正我就这么画 我觉得这样颜色还挺协调 配着大红脸 你要是绿色配红脸 我觉得不好看 我觉得这么配 挺好看 白色的披风 是我对纪汉人物的一种设定吧 纪汉的早期人物都弄的白披风啊 为什么 我觉得他们纯洁 是吧 纯洁 说的 说的好像是 哎 我说了这么多 路上了没有 我翻回来 我看一下路上了没有啊 好的好的 一直在录制啊 关羽 咱们说完了 我 对于关羽的能力 我就不多说了 要不我又能说一球 我觉得关羽首先啊 咱要不把关羽再点回去 首先我觉得说关羽啊 绝对是纪汉第一名将 这个毫无争议 曹魏的谋士都说了 输小国 名将为羽 这时候没有姜维啊 估计有的姜维也超越不了关羽 我觉得关羽最让人恐怖的是什么呀 他这个学习能力太强 从一个杀人犯啊 那是公元180几年的杀人犯 十年之后变成了 曹魏谋士口中的万人之地 虎雄之将 说明他已经是学会打仗了 相当厉害 再过十年就能率领水军 围攻相反了 都能让曹操想迁都了 都威震滑下了 就关羽这个人 学习能力太强了 吕蒙说他说的真没错 私人掌而好学 读左传略上口 说吕蒙好学 关羽更好学 这两个人学习都是有成果的 关羽的成果特别显著 关羽他学习能力怎么那么强 他一直在成长 这是他最恐怖的地方 而且他有绝招 有什么绝招 他能单击斩将 炎梁你想想 那也不是说单挑斩的 那是关羽杀入千军万马之中 长矛刺死的炎梁用还手刀 再斩一下手机 然后很多的援军的将领 围攻他 但是挡不住他 这是一个什么形象 扬长而去 提着敌军的主将扬长而去 当然其中有巡忧的 这个声龙击西的计谋奏效的 这个还有张辽打掩护的 这个作用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能取上将手机 也是 而且全身而退 全身而退 相当的不容易 整个三国就这么一位吧 后世肯定有 像韩世忠也是有过这种经历 但是我觉得 炎梁是历史上明确记载的 永贯三军的名将 他不是一个文弱书生 是吧 所以说我觉得关羽这个 很霸气啊 虽千万人五亡乙 又说多了 咱们简短接说啊 官平没什么说的 这终于不用说太多 我画的呢 就是这个好像平朝的这么一个帽子啊 然后衣服呢 这个铠甲的比较简化 就是汉代的甲咒 简化了一下 是那个皇族金银铠简化了一下啊 白披风也是这个 季汉我设定了 就是白披风吧 历史上没什么战绩啊 就是跟着他父亲关羽 他应该是关羽的亲儿子 历史上 千年捧印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关羽成神了吧 旁边一个黑脸大汉周仓 再一个捧印的白脸就是关平 张飞 张飞这个形象来说 很多人说 你要画一个白面书生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张飞会画美人 张飞会书法 张飞白面书生 我觉得这是明朝的那帮 闲得没事的文人造谣啊 在他们喜欢造这个伪历史 现在有人信 你要说他们说是真的 明朝人编的那也算历史 嗨 我觉得不信 我还是把张飞画成一个大胡子 这形象啊 因为我觉得通过史料来说啊 关羽是虎 关羽张飞虎熊之将啊 虎熊之将怎么可能长得像小白脸呢 是吧 而且是呃 这个李商隐曾经写过 或笑张飞虎 或许邓爱吃 邓爱口吃呢 那是 张飞虎就是张飞虎的拉叉 大胡子吧 我觉得这个形象比较 我比较喜欢啊 后边背的那张拔蛇毛 比较卡通啊 有人说跟我说 这个汉朝是没有张拔蛇毛 这我同意啊 张飞应该用的马朔一样的 长顶的武器吧 但是嘛 这个 还 我跟你说的不考据 是吧 这么有标志性的东西 我是扔不掉的 张八蛇毛这么有标志性的武器 你让我给他张飞换上普通的枪毛 你这对于角色设计来说 这是一个巨大损失 包括 后边成谱的铁吉蛇毛 我也给他画上了 真的 人家这个兵器 人是这么有特点 一个兵器 你非得说 较真说历史上没有 你就不给人画 我觉得这对于美术方面 这角色设计方面 这绝对是个损失 张飞这个形象 我画的 我觉得很满意啊 马超 马超我就画的一个狮子盔 马超嘛 画的这个秦朝的这个盔甲 老秦人是吧 陕西那边的 甘肃那边的 甘肃的啊 弄的一个这个湿面的 拿着一把长沙 这不是剑啊 其实握的一把长沙 我是想的是 提起马超这个人啊 我这个后边写了 很多人觉得他是反面人物吗 对吧 这个历史上 这个他的形象很不堪 我觉得史书中的马超 绝对是被黑了 他的战绩没有被记载下来 记载的都是说 他是胡搞乱搞的 像个跳梁 小丑似的 就是那种野心家 有野心没能耐 又被曹操打败了 打输了 是吧 坑爹且败家 这是实话 但是我觉得 你想想你在那个情况下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手下有稀凉铁技 你要么你就放弃抵抗 你投降曹操 那只不过做一太手罢了 能做个像李通那样的 是吧 随曹操征战以后 马超觉得自己有这个能耐 和曹操一脚 一脚高下 事实证明他确实打了几场胜仗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他可能会 可能拿下了长安 我个人根据史料猜测 但是可能很快又失去了 这个史料上没记载 可能太丢人了 不想写 像曹卫这帮的人啊 经常是对于自己的败仗 是非常隐晦的 不写 就可怜了 马超就是往死里黑啊 反正无所谓 你是失败者吗 提起马超 我更多的是理解和同情 我觉得乱世争雄啊 你既然想成为一方霸主 自然要付出一些代价 说他坑爹败家 这个 我觉得是马腾老爹 还没骨气 你非要进京当这个京官 你羡慕京城的繁华 你想想啊 你是吧 你当初就能想到这些 对吧 就像后来的 郑成功的父亲 郑芝东 投降了清廷 也去京城享受 文化不过去 其实是去那当人之间 你说郑成功 是不是要继续抗清呢 这个两个人 我觉得很像啊 郑成功也是抛弃了老爹啊 那是不是他也是坑爹呢 那郑成功怎么就民族英雄 马超这就是一个 就成了一个不孝子孙呢 我觉得 当今对于马超的评价有些不公平 曹操哪国贼也 对不对 为什么就不能反抗曹操呢 当然马超肯定不是想当仲臣 马超想的就是 想的是和曹操争雄天下来着 对于马超来说 多说一句就是他为什么败啊 他其实战术可以的 他非常非常有这个战术谋略的 曹操不是说马而不死 五无藏地吗 其实说的是马超的军事谋略很过硬 马超的计策没有被韩玄 没有被这个韩隋采纳 曹操才来这么一局 幸好韩隋没有采纳马超的计策 马超是一个智勇双全的这么一个战术家 名将 但是缺在哪 就是说我觉得战略是差一点 这也应该归到质谋层面啊 你想这个 哎呀 其实我说说真的 马超 你想和曹操争 你西凉你都没统一 你都不是西凉之主 你拿什么跟曹操争 你只是西凉十部诸侯中的一部而已 你跟韩隋联军的时候 人家韩隋是主帅 这个和曹操想抗云 真的是太难了 对吧 又超远了 你看我这碎嘴 马代 哎 早说两句吧 马代砍了魏延 其实在演艺里边给他加戏加了不少 历史上呢 他除了砍了魏延就干过一件大事 就是说他率领大家讨伐魏国 马代组织过北伐 你能想到吗 被谁给打败了呢 被牛津打败了 哎 你是什么水平的将领啊 你就看你的对手是什么 马代是打不过牛津的 我这个马代你看画的就是一副 好像在怒视魏延的这么表情啊 也是穿的 铠甲是有点偏秦朝 其实是西汉的那种甲州吧 嗯 马超西梁这边 其实我一般都弄的是偏西汉 呃 为什么呢 他他们总是说自己是福国将军 马园之后嘛 而且我觉得西梁这边是吧 他们这相对于中原应该稍微的甲州这方面落后一些 嗯 哎 就是这么设计的啊 别跟我较之 黄中 黄中这个是我朋友画的 隆重介绍一下 叫网门叫火哪吒 也曾经叫过蜀大胆 蜀大胆啊 画过一系列的这个三国的人物 我觉得比我画好多了 跟你说 他就是比较低调一些 我是比较爱炸 这黄中画的就特别棒 颜色搭配好看 西红柿炒鸡蛋 不是 颜色搭配 非常的 让人有识语啊 你看人这个画就像一个小品 为什么说小品 你看蝴蝶是吧 黄中这么严肃 看向这个蝴蝶啊 一幅非常有趣的画面 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说历史上黄中其实未必会射箭啊 因为历史上我查遍了 没发现黄中射箭的这个记载 他可能是确实永关三局 长了夏侯渊是真的 但是他可能真的不会射箭 包括夏侯渊也不会射箭 这两人其实都不会射箭啊 会射箭是谁 我卖官司 我就不告诉你是泰智斯鲁肃这帮人 到时候再说 黄中 不会射箭 怎么才说到赵云呢 赵云是一个人气偶像 我画的赵云就是以还是保持这种 银盔银甲的这种形象啊 而且这个白披风 蜀汉的那记汉的白披风 我觉得赵云啊 你这个怎么说历史上可能没有演艺底那么出彩 是吧 但是我觉得他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长版播啊 演艺里边是七进七出 杀的是斩杀上将五十余远 这事你想想这就跟 这也就是西游记里边孙悟空大闹天空 能拿来相提谬论了 整个三国都没有这么 就这么没有这么的能耐的 你们七进七出 报小孩还斩杀五十多元上将 还有砍倒三面大旗是吧 这就是齐天大圣 我跟你说 怎么说其实这个历史上的长版播的英雄啊 他敢作为一个逆行者 我觉得这就是可以说是令人敬佩的 因为那个情况是 曹德的虎豹骑啊 虎豹骑啊 在这追击他们 那五千虎豹骑这都是相当有战斗力的提兵啊 他能在虎豹骑的眼皮底下 把甘夫人和阿斗救出来 我觉得是相当有勇气 也是有智慧的 当然他怎么过来的 可能就是混过安检啊 是吧 这种乔装打扮啊 装一家三口啊 什么怎么狼狈 怎么来吧 肯定不会有七进七出的硬碰硬 不管怎么样 把人这个 是吧 把嫂夫人 把这个祖母和这个小公子救出来 这就是英雄 你敢回去 敢作为一个逆行者 这就是英雄 而且赵云最让人这个动容的 不是说他的战绩啊 论赵云的战绩 我觉得是比较普通的 即使在于蜀汉来说 他也算不上比较优秀那些啊 可能我觉得在我眼里都不如这波魏延啊 王平啊 甚至不如 呃 哎呀 别贬低他了啊 其实也是有点能耐的 如果云别传的那个汉中之战是真的话 那我觉得他的军事能力 还可以勉强算是这个二流的这种名将的 对吧 呃 我觉得最让人佩服的是他 特别挂念老百姓 解民道悬啊 解民道悬的这种 这种这种理想 对于一个武将来说是非常的少见 呃 而且他这一生确实是很 对老百姓非常的好 怎么说呢 我觉得民间捧一个人是吧 没有无缘无故的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老百姓愿意在民间啊捧赵云 把赵云捧红 那肯定是觉得赵云好 你说他怎么不捧这个许楚啊 怎么不捧这个什么张和呀 这是吧 为什么就非得要捧这赵云呢 这肯定有原因的吧 即使他历史上的可能战绩没有那么出彩 那老百姓就愿意把你说成是长城将军 我们就喜欢你 为什么得老百姓喜欢呢 你想想 庞统 其实我们对庞统的误解非常大 首先觉得庞统丑 历史上庞统是不丑的 反而杨夕曾经说过什么军师美慎 你不能说庞统长得非常丑陋 然后我夸他的时候 我说哎 你是美 非常的美啊 你这是损人的 肯定是庞统形象是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啊 作为一个角色设计者 我觉得这个丑是一个特点 你一定要画出他的丑来 否则都画帅的 你这个人物就虚无不开 所以我的庞统有点丑 为什么我说庞统爱吐槽呢 庞统其实挺爱吐槽的人啊 在孙隋漫前敢吐槽周瑜 哎嘿你想这这 其实他是挺干实事的 他呢 庞统当初最初是作为周瑜的秘书 周瑜死了以后 庞统把周瑜的灵鹫送回这个孙隋那 干了这么大的事 但是嘴上不饶人吐槽周瑜 然后孙隋生气呢 就没有再任用他 到刘备这边 刘备入蜀了之后 挺开心高兴啊 庞统来了一句 把自己的快乐加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这样是不对的 那句原话你可大家可以搜一搜 记不太清了 大概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说什么刘帮 刘章这边人都痛苦着呢 你在这你高兴啊 夺人诚实灭人国家 你在这开心 就讽刺刘备啊 刘备也挺挺那个奉气 当然他们俩很快就床头 吵架床为何了啊 怎么说的 反正爱吐槽 不必见就知道 这哥们被射死了 是吧 哪有这个三军储将 被刘屎射中呢 三国里边好像没几个 有一个 一个庞统 再一个就是那谁 那个张己 被刘屎射中 当然后来有 这个明末有张献忠 也是被刘屎射中了 怎么说就是这个 不太善于躲避这个弓箭 冲太靠前了嘛 管怎么说这个 这有点可惜啊 法证 爱启愁不必见的谋对家 怎么又不必见呢 法证也不必见 刘备着急了 孝之必见 有这个典故 大家可以搜一搜 有没有人喜欢刘备和法证 这对CP的呢 法证这人呢 他这个爱记仇是怎么回事 他这 我就不用多解释了吧 是吧 大家熟读三国都知道 我这前面花时间太多了 讲太多嘴太碎 我这个画的 你看他其实也是感觉 法证好像是 挺这个刚立的 这么一个人啊 我就是你不能得罪他 得罪他 要你好看 是不是 一个性格 拿着一白色和红色小旗 这就是演艺里边情节 这个是定军山 斩下我冤 跟黄中约好了 举白旗 你就歇着 举红旗 你就出击 历史上的法证 就是这么一个擅长 捕捉这个转瞬即逝的战机 的这么一个谋略价 曹道不是说 我把以为我把天底下 所有的这个什么 这些个奸雄啊 都收到自己 麾下了 没想到 单单露了一个法证 于是就下火源没干 法证这个人的谋略 其实是非常毒的 跟彭总一样 都属于谋略家 可惜啊 都是活得比较短 你要是留一个啊 给诸葛亮北伐用 诸葛亮北伐绝对能有 我这么说的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诸葛亮是一个 很好的统帅 你再让他分心 再搞这个谋略 脑细胞不够是吧 你有一个谋略家留下来 分给他分担分担 做诸葛亮的军师 那诸葛亮就好用过 有人笑话 诸葛亮自己不就军师吗 一个人脑细胞有限的 对吧 诸葛亮那时候 他作为三军之统帅 操心多少事 他再去考虑齐谋 累死他吧 是吧 他确实就是被累死的 我就是缺这么一个谋士 替他分担 弥竹啊 这个是善始善终的天使投资人 那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是吧 弥竹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有那么一些的这个典故 坐怀不断 真君子啊 然后你画的这个就是迷竹嘛 这个把这个徐州的一些东西啊 献给这个刘备这么一个好像这么一个状态啊 把自己家的账本给刘备 这么一个状态 嗯 说他天使投资人确实是他帮刘备不少 当然刘备这个人也够意思啊 弥竹的地位在蜀汉是一直都很高的 高于诸葛亮 这个满节不保的天使投资人 这个迷世兄弟确实对刘备资助是很大的 说他满节不保 怎么说 其实迷方这个人都知道他最后叛变了 害死了 嗯 关公是吧 但是你想 刘备特别难的时候 迷竹 迷方都没走啊 迷方要是真的是一个贪毒富贵的人 早就跟曹操跑到 曹操任命他当太守啊 你看他那时候都不愿意背叛一无所有的刘备 所以说迷方这个人不是贪财 不是重力之人 其实他很够意思 更重义气 为什么最后还是投降东吴什么 打开城门呢 一是智商不够 那我觉得他真是智商不够 被吕蒙忽悠 嗯 定力也不够是吧 在这他确实是跟关羽不太痛快 啊 但是他脑子不好 我们就封清 哪个重哪个轻啊 孙前啊 礼貌的外交官 其实刘备 刘备的外交官费非常多 为什么 弱外 人都说弱国无外交 哎 其实就像刘备这样的人 他就得靠外交 是不是 到处的游说啊 求爷爷告奶奶的 是吧 和人庇护啊 就是多了点这个政治资本 他需要这个外交官 他的文官基本上都得做外交的工作 孙前是一个 比较冰冰有礼的这么一位 简庸呢 简庸呢 就是 哎 打小跟刘备 这位自己改姓 改成简子 这爱喝酒 是吧 不修蝙蝠 就每天就喜欢躺着 可能腰广 人家就爱躺着 他就是在遇见诸葛亮的时候 哎 才能做指导啊 那么恭恭敬敬的 有没有人磕这个简庸 这个CP啊 有没有啊 没有没有 这不是CP对吧 哎 他是不修蝙蝠的外交官 一级爱怼人的外交官 他怼过孙权啊 孙权曾经问他啊 因为那时候一级侍奉的是刘善啊 孙权 孙权见他就问他 你每天侍奉这个 你侍奉昏君 应该挺辛苦的吧 就是说一级你 你你是每天侍奉你那位刘善啊 是个昏君 是不是挺辛苦的 一级呢 跪了一下 然后又起来 他说我只不过就是跪一下起来 也不算什么辛苦 言外之意就是说 我侍奉的 我作为使臣 是吧 作为外臣 我也可以说侍奉孙权你 言外之意说 你是这个昏君 这个怼的是恰到好处啊 大家可以看原文 我说的不好 总之一级反正挺智慧的 这么一个使臣啊 刘八 傲娇的经济掠夺顾问 刘八这个人很傲娇 对吧 张飞那么想见他 他不见他 刘八屡次参参参邀请他 他都跑 刘八最想投靠的是曹操 像很多荆州人一样 其实就等着曹操来解放呢 不愿意跟刘八 我们曹操那边待遇多好 是吧 为什么说他是经济掠夺顾问呢 刘八缺钱呢 刘八给出了点经济政策 可以说是与民争利 表面上冠冕堂皇 其实就是像民间 尤其是那些富富 榨取财富 这是刘八做的事情啊 马良奔波的外交官 马良这个眉毛上有些白毛 是吧 马适五常 白眉最良 马良给我感觉是 经常在那边跑来跑去啊 一会在关羽这当谋士 一会就跑到刘备这 那又出使东吴 还要联络这个 荆州的这些蛮蛮医 像这个演艺里边沙漠科 是吧 就是这些个人 和帮不如这个先祖 发武马 所以说一直奔波导火 最终 哎呀 也是战死啊 挺可惜的这么一个人物 马适呢 上谈兵的谋略家 他的故事就不多说了 是吧 其实怎么说呢 喝口水啊 马适这个人 其实诸葛亮身边 不可多多的谋士 就是 接听那仗 我现在都说不明白 诸葛亮为什么让他去 我也说不明白 他那仗为什么就能败了 我感觉这其中 哎呀 说不清啊 反正这诸葛亮 可能是真的是 不会用人吧 我感觉是 没有没有刘备 那么有识人之名 诸葛亮不会用人 其他人用挺好 可能是单单的 就是比较器重马素 看走眼了 董允 就是一个 这应该是蜀汉四象的 第四个人啊 怎么他排前头呢 因为他列转在前头 正直眼里 有他在的时候 刘善还是不敢 这个 刘善耍 还不敢重新换官 陈一吧 这个字念 还是陈 陈底啊 我可能 陈一好像是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啊 这个字可以咱们查一查 他是废一的这个外甥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能爱的人 是精通百般记忆的人 也是一个官场的老油条 有人说他是奸臣吧 刘善非常喜欢他 不喜欢他能给他的嗜好 是忠啊 他是忠吼啊 这个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人 你说他是奸臣 但其实呢 他这个在他的掌控之下 蜀汉的证据还是比较稳定的 而且他支持江维北法 这个人你不能简单的用中间来判断 我其实是比较挺他的啊 刘峰说的是 我写的是刚猛的备胎 我画的这个刘峰 你看这就是好像一个思考的什么事情啊 其实刘峰这个人 我觉得挺悲惨 悲惨在哪啊 这是刘备做的 做的孽子 刘备那时候没儿子 看着这刘峰出身不错 又这个鹦鹉非凡啊 把他收为义子 你说你收为义子了 他是不是就有继承权了呢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其实这就给刘峰带来一些隐患 尤其是刘善 他们三兄弟出生之后 刘峰的地位就越发的尴尬 刘峰之后呢 就是孟达 哎呀 这个孟达其实是一个风云人物 他的理想就是割据一方嘛 其实也 可以说他是有一定野心的 他的好朋友是法正和张松 他们是刘张这的三个好基友 结果随着张松和法正的先后死去 孟达在朝中 他肯定觉得无人了吧 所以说他在蜀汉这边是感觉比较孤寂的 孤独的这么一个人 最终是跳来跳去啊 又投降曹魏 后来又在曹魏那 他就觉得又呆得不顺 不顺心了 又跳到诸葛亮这 最终成就了司马懿啊 李延这个人 咱可以说说这个人 我给他画的是一个奸臣模样啊 在逼他劲儿要害诸葛亮了 这好 怎么说 人说李延这人富有领甲 其实李延呢 我感觉有点不识实误 他虽然是觉得诸葛亮那欺负他 因为先祖当时脱孤大臣是诸葛亮和李延两位 可是诸葛亮好像把军政大权都拦了去了 李延不太高兴 其实从后来李延给他那个诸葛亮 不是弄的一个粮草的事件啊 然后被诸葛亮直接就免职了 从这看成李延是在权力斗争上 是完全弄不过诸葛亮 就不是一个等级的是吧 直接一句就给你免了 我觉得那他还要争 他怎么想的呢 在这个举国北伐的这种大环境下 他这么来这么一出啊 磕后腿 我真不知道怎么想的 我感觉 这人有点拎不清 魏延 契尊山河的独狼 魏延这人脾气不太好啊 跟所有的同僚 几乎关系都处得不怎么样 不过确实有能耐 曾经大破郭槐 最能吹的一仗就是大破郭槐 然后在北伐期间 确实也是履历战功 比较喜欢魏延这个人 这是真的 但是你要说他的子无骨的齐谋 有多少的可向性 我觉得可向性为零 魏延 一直觉得自个儿是祝国亮的接班人 所以说祝国亮死后啊 魏延不是想反 他是想接祝国亮的班 想继续罚位 其实是想这样啊 他有这能耐吗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的 魏延是一个悲剧啊 他最后的举动 体现了他的非常的幼稚不成熟 之前可能就是祝国亮宠的他 祝国亮一死啊 这个他这个缺心眼的毛病啊 他就显出来了 哪能那么做事情呢 把事情都做 我觉得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 他没有任何的政治斗争的那种经验啊 也缺乏人情世故 杨仪祸从口出的能力 祝国亮特别喜欢杨仪和魏延的 但这俩人是视同水火呀 杨仪刚害完了魏延 简洁的自己也完蛋了 说这个人 其实杨仪其实是有才华的 但是确实是 祸从口出啊 他一不满了 什么话都说 把自个儿给害了 从这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这俩人其实都是谁 高斯的呢 脚来脚去的呢 都是非裔啊 霍俊 这个人是特别擅长守城的一个人 有这个相关的典故啊 咱就不多介绍了 乔州 乔州 乔州是 劝这个刘善投降的这么一个大学问家啊 你说乔州说的对不对 乔州是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老师 他说的对不对呢 其实就跟那个曹贝的王朗说的这个道理都差不多啊 保国安民嘛 投降能保国安民 我觉得啊 你把这个自己国家人的命运交给敌人手上 这其实本身就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 我个人观点啊 你看纪汉的这些百姓 后来投降了嘛 没得到好 在晋朝确实遭到了勇家之乱嘛 是吧 遭了很多的大屠杀 所以说你要说把这个 你要想对百姓好啊 你作为执政者 你就看自己对百姓好 你要指望敌人对百姓好 你投降了 就这个不是个事啊 当然了 你肯定有人反对我啊 我觉得诸葛亮 打仗是不对啊 他就早应该投降 我怎么这么说吧 正是有诸葛亮这些个有理想的人 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延续至今 如果是遇见谁强就投降的话 我们早没过了 当年日本侵华的时候 都知道打不过 但是确实有这些硬胡同 明治不可为而为之 我们才能延续至今 如果那会儿都跟汪精卫似的 那哪有中华民族啊 就像杨敬宇说的 为什么我不投降 都投降了 哪还有中国呀 这句话可以用在诸葛亮身上 用在姜维身上 都投降了 哪有蜀汉 哪有这个大汉 黄泉 优雅的祥臣 我画的这个黄泉 你看带着这个 你看仔细看他装饰啊 都非常豪华 但是好像很 装束很凌乱啊 扣金还是绿的 胶带还是绿的 怎么说呢 就是我想说这黄泉 他是一个大谋的家 他是刘备很重要的谋士 你说这刘备的谋士 怎么都留不下来啊 法政死了 庞统死了 黄泉还送给曹魏 这人要留给诸葛亮多好 为什么说他优雅的乡臣呢 他在曹魏 曹丕他们也没有为难他 他的家属在蜀汉 他这个也没有受到为难 不过这两地相隔呀 确实很苦啊 马忠 这个人每天特别高兴啊 喜欢开怀大笑 其实在南蛮在诸葛亮 必须梦获 历史上其实没有 这一出啊 历史上诸葛亮评定南蛮之后 其实南蛮是经常反叹 靠谁呀 靠主要就是这个 马忠和张 张仪 张逆吧 那个字 马忠和张逆两个人 王平 王平是蜀汉的 这个一个很著名的名将 这个人特点 他是斗大的四不失一个 但是确实能打仗 而他 历史上记载人性格不太好 有点这个气量狭小 不过感觉 这是不是文化人 对于这种文盲的一种 那个偏见呢 因为人家不识字 所以话不多 感觉人家气量狭小 这个 不便猜测啊 总之这是一个 有性格弱点的名将 这个其实我很喜欢的人 张逆吧 还是张逆呢 张逆啊 为什么说他战神啊 你看啊 他这个 你读他列传就知道了 这人挺能打的 为什么说他预言家呢 这确实预言了 预言对了好多事情 我感觉陈寿是不是跟他关于不错啊 给他的列传怎么写那么多字 介绍这么名正白白 那我不得不给他画的华丽一点 因为他列传本身就多 比较喜欢这个人 我觉得他是后期的一个 鼠漫的一个大将啊 在演艺里边虽然很惨 被朱荣夫人一个飞刀的撂下来了 但是现在历史上这个人还是 可以说 我感觉 古力之得上九十啊 确实是一眼猛下 江湾 江湾这个人其实是 相貌非常的端正 长得好 其实他是诸葛亮的优秀的继承者 但其实这哥们执政有点惨啊 有点被这个废衣架空的意思 他的很多这个理念都没有实现 包括他其实他不是这种 他不反对北方 他想从荆州出兵 因为他可能是荆州人 他喜欢他想改个方向啊 从荆州用兵 但是被废衣和江维联名给反对了 他也就没有实现 大权就落在这个废衣手里 我不是说两面三刀 我个人特别讨厌废衣 我觉得他的很多事干 你不是人事 魏严他坑啊 这个杨仪他也坑 像这些人其实你废衣 你要不出来说两句 他们就未必会死 我感觉 而且在蒋婉执政期间 他也架空了蒋婉啊 很多事情让我觉得这个人呢 不怎么样 历史上没有明明白白说 他两面三刀啊 这是我自己脑补的 我自己通过对史料的感受吧 我感觉这人不太地道 姜维 终于说到这人了 这种我比较喜欢的人物啊 给姜维画了一个秦朝的标志的小胡子 扛着红旗 后边打的红旗 穿着这个盆领的铠甲 是汉代的风格啊 你说这个汉衫没有板甲 是 那是因为我画的不仔细嘛 其实他前面这个 他是有鳞片的啊 只不过上面图了一个这个画纹而已 鳞片上面又加画纹 他这个汉朝的款式 帽子呢 这个戴着这个头盔呢 应该不考据啊 这个应该有点像 那个唐宋的福头了 有点像这个秦朝的这个皮帽啊 总之不考据 戴上盔影 就是设计这么一个姜维的形象 姜维为什么留在秦朝的这种胡子呢 因为我觉得首先是 他是这个天水的嘛 是吧 属于秦帝吧 其次我觉得像姜维这个人 他就比较能坚持啊 比较古板的这么一个老秦人 他的一生从未放弃过 我们普通人啊 要有一半姜维这个 能坚持的这种精神 我们干什么都能成功 所以我们可以学习他这里 姜维的 11次北伐吧 应该11次还是9次北伐 他不是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就在为了履行诺言 他是每次都在绝望中寻找到了希望 他总是能看到光明的一面 这所以说我们值得向他学习啊 邓之 邓之这个人是文武全才 我比较喜欢这么一个人物 他的事迹啊 非常的详尽 张义 张义这边举的小牌子干什么呢 那个是画舌天族 就是不要画舌天族 哎 这是比较画的卡通一点啊 张义你看这傲娇的样子 是吧 敢正面怼这个姜维就是他 张义你知道吗 这是张良的后人 不是黄金起义那张良 是汉初三杰那张良 张子房的后人 在益州人家这个也是有家族势力的 所以说这个人家就敢怼姜维啊 我们益州土著是吧 怼的对不对呢 先不说 反正张义这个人本身呢 其实不会打仗 真的不会打仗 在南蛮其实就被击败过啊 但是他脾气特别绝啊 不会打仗 但是挺挺能这个整理 这个什么战备 这个什么物资啊 这些啊 搞后勤还是可以的 料画 哦 这张其实这个风格啊 是吧 有点那个什么啊 要是写实的啊 汉代的铠甲 其实就这样一个一个鳞片 我平时画的时候就不 其实不想把这鳞片画什么细 有点冲淡主题 这张就感觉有点 密集 恐惧 是吧 不行 我把这鳞片 我再淡化一下 其实料画是一员服务价 在这个关羽战败之后 他愣是炸死 能骗过东吴的这种士兵啊 带着母亲 天理走单旗 他才找到了刘北 人都说蜀中吴大将 料画做先锋 真是误会他 他就是蜀中的大将 他后来的官职 按官职来说就是大将 而且他的论战绩来说 也是不俗的 我很喜欢这个料画 其实 不要对他有那么多成见啊 历史上他很牛的 陈道 这是一个被网上吹爆了的人物 其实他有多厉害呢 他的记载非常的不详细 很多人为了贬低赵云 就吹陈道 其实呢 你要说赵云水 陈道更水 你只能按他的官职来看 这人官职挺高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将领 但是确实没什么事迹 我们就知道他带领了这个先祝的白豪兵 进卫军 但是他的官职来说 他不是一个保镖 他也不是保镖 他也是很高级的武将 这个是附荣 很多人念附同 其实附荣 附荣是战死的一个 这个蜀凡的名将嘛 天下善一 父子忠烈 这个天下善一是司马炎说的吧 这是他的儿子 附谦 应该是谦吧 这个字 我别念错了 也是后来是 在江维北伐的过程中 是战死的 最后一个周苍 这其实不是一个历史人物啊 周苍画的就比较 个人理解吧 周苍带小画 山贼嘛 山贼你总是画的是周苍 反正那种中心的形象 来一个比较搞笑的形象吧 我画的周苍 反正他也是传说人物嘛 对吧 好嘛 这就是所有的画的属汉人物 其实纪汉这个人物 很多啊 你看很多名人我都没画 像王莲 那不知道他有印象没有 王莲 祝国亮那个手下 制盐铁的这么一个内政官 就没画 还有杨夕没画 是吧 来民没画 还有宗裕没画 很多很多人都没画 说这三百人物啊 其实你这个 一平坛到各个市里 没多少啊 三国的名人 其实怎么得有一千位 才能画卷了 但是没这个经历嘛 所以选了一些 人气比较高的 比较出名的 很多人不知道王莲是谁 算了我也不画 我不画你也看不出来是吧 我不说 你知道我没画杨夕 没画来民吗 其实季汉还有很多名称 比如说那个沟福 世间巨福还是沟福 沟建的沟吧 沟福吧 沟福和刘尹 这俩应该画一画吧 是个名将 篇幅有限 还有罗线 不知道这是吧 罗线 还有一个江维 有身边有一个宁随 宁随 这都是不错的将领 其实啊 以后有经历 可以再画一画他们 好 谢谢大家 这是我画的这个 季汉的人物 讲了这么多呢 希望大家能听进去 能听到现在的 绝对是兄弟